我们是上大学认识的 刚开始觉得她挺可爱的 就开始追她 现在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说什么她都听 可是慢慢的 我觉得她皮挺大的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都挺固执的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 就谁说都不行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吵架 每次一点小事 她就跟我争风相对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她根本就没 把我当她女朋友 我看这两个人真是互不相让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翠24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平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现在和她在一块吧 你说我俩 你说生活中什么事 她都跟我吵 吵来吵去的 你说要是吵不出来个结果吧 非得拽着你 我跟她在这 这种状态下跟她相处 我觉得没法相处下去了 你是来分手的是吧 对 不是每个事都得分出对错来吗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吵吗 天天吵 可是我现在都有烟炎了 我经常在背着烟片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吗 每次给你讲道理你都不听 你一个大男生 让着我一点不就行了吗 因为我一个女生 你心心宽广一点 现在这个社会都长男女平等了 再说了 我整年生活压力那么大 我凭什么让着你啊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吗 那你工作压力大 我工作压力就不大了吗 你说你找那工作 一个月才给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够干嘛的呀 两千块钱怎么了 只要我认真干 我认为我在这个公司有前途 将来能有出国实习的机会 回来后还能是两千吗 你觉得你考虑的那现实吗 你们公司每年才能出去几个呀 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出去吗 你还出国实习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呢 就冲你这点我看我也成功不了 因为成功男人背后 肯定有一个女人支持他 那你为什么不能认同我的观点呢 你说在我们公司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说又不是不招人了 一个月拿三千五百块钱 够吃够花的不就行了吗 我想这样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那眼光也太狭隘了吧 你就不能考虑得长久一点吗 现在是三千五 以后还是三千五 你一辈子只拿三千五的工资 什么时候买得起房 什么时候买得起车呢 你说就这件事 你正来正去的 你都跟我炒多长时间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 跟我打了好长时间 一直打一直打 你都打了一点了 你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一直在这儿跟我打完没完 非得把这件事说 是他认为的就是正确的 我认为的就是错误的 明白了 你还好意思提这个事呢 我给你打50多个吧 你一个也不接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呢 有你这么固执的吗 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际大专辩论赛的 第二个单元的比赛 刚才双方的一辩 分别阐述了大学毕业之后 道理应该是 有一个好机会去网上就业呢 还是满足于 现在的一个工资的问题 双方的一辩 由于同时又是情侣关系 所以形势极其之复杂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 扣评为 他们俩哪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到目前为止 我只听到了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事情太过琐碎 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呢 你是被他带到 这个辩论的状况下的 因为他不想辩 与其好辩灾 但是他很想辩 好 所以任何事情 都一定要炒出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 对 这就是我的性格 他确实跟我真的相对 什么事都跟我真的相对 好 我们进入第二回合的辩论 来 请 你是正方还是反方 正方 请对方的男辩友开辩题 来 那次他竟然还说故意出手 把他拉倒了 根本就没这回事 本来就是 你说我一个女生 他就那么拉我一下 你就把我摔地上了 你说我俩现在都成 糊涡的状态了 你说我有办法 跟他相处下去吗 哪有糊涡 你说也太严重了吧 我当时不就着急点吗 还不是因为你现在推的我吗 我就当时拉你一把 你就摔倒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耽误你几分钟 把这事情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一个女生 推你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在生活中 他也是这样 你说我要是打他几下 把他打他三下 你说他都记得可清楚了 就要三下就还给我 还得打给我 每次都打挺疼的 你会还手吗 会啊 我一个女生 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一个男生 连这点都不能出对我 他如果嫌打得不舒服 你打别的男生去吧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啊 哦 所以不可以打别的男生 那你让他打你呗 叫什么劲呢 那不行 我最讨厌别人随便打我的 你说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吗 你说什么立场 你都觉得你是对的 我都是不对的 好 我们进行第三场的辩论 正方 就是说大学的时候吧 有一次他跟我 讲述一个他闺蜜的事 当时我特别不愿意听这个事 那你说我闺蜜 在大学的时候 你说我俩关系挺好的是吧 闺蜜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你说我闺蜜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平常的说 老是花我闺蜜的钱 老是骗她吃的 骗她喝的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正好我和闺蜜 我俩抓娘的男朋友 给别的女生要微信号 说晚上请人吃饭 我闺蜜多伤心啊 你说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你说生活中 我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我觉得我就应该 找她理论一下 我这事就跟她说了一下 她冲我发火了 觉得跟我急了 没事 你给我讲这个事干嘛 我又没那些毛病 我说的是你吗 你看她总是这样认为 你说我说闺蜜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的就是她 我也没让你帮我什么 我也没让你怎么样啊 再点说了 人家的事轮到咱们管吗 人家的事你也管不了 以后你少管这种事 我闺蜜的事不是我的事吗 我俩关系那么好啊 你说你非得认为你是对的 我觉得我找她理论 没有什么错 他俩可好之后 肯定会埋怨你的 我就找她理论一下 我有什么错呀 你非得认为 你怎么不说结果呢 最后怎么着 最后你闺蜜 还是埋怨你了吧 这就是你不听我画的下场 有你这样的人吗 好 第三回合辩论 打住 接下来这个 我们就不要再进入自由辩论了 由本主席开始提问式的辩论 你们在日常的恋爱生活当中 会为特别鸡毛蒜皮的琐事而争吵吗 这种事真的太多了 你说他平常也不总陪我 好不容易有一次吧 他说主动请我看个电影 我说走走散散心 跟他散步去 他不同意 非得要骑着车子去 你越骑这个事我越生气 我当时说骑自行车去 你非得走着去 我不就是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儿吗 走着去 再来说 那个电影还有20多分钟 就要开始了 走着去的时间能够吗 怎么不能够 要不是你在当场 跟我那样争吵能不够吗 他说你爱走着去走着去吧 我就骑着车子去 结果他又把我认识 我就走着去 让他在旁边骑着车子 我心里多委屈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总觉得我是错的 我什么都得按他的说法去做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的都 他上大学的时候 我空余时间去找个兼职 跟同学一块打打工 挣点零花钱 你说这有什么不对 他不允许我去 我知道坐兼职这件事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么乱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坐兼职 就是担心你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就去人婚宴下 当个服务员 给人端个菜 洗洗碗 你说这有什么安全问题 再点说了 你做完兼职回来后 肯定会向我埋越一大堆的 嫌累 嫌脏 我不喜欢听这些 我一天忙着忙着的也烦了 我向你埋怨你 作为男朋友听这些有错吗 因为你平时就挺喜欢埋怨的 闲着 闲着 我真的受够了 听够了 好吧 兄弟我问你句话 在现实生活里 你真的都是据理力争 什么都愿意讨论出一个是非屈指吗 是 我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你跟你哥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辩论吗 如果要是因为什么事 他们非要想跟我争论的话 那我会奉陪到底的 我知道 你不是喜欢辩论吗 全是高手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凡事皆可吵 只因太自卑 一个自信的男人 不会跟女朋友懂不懂得吵架 所谓有理不在身高 对吗 明白 一个人所有的自信 都来自于自己内在真正的能力和资源 什么时候你觉得有的事不用说 也不用变 大家就能明白 对方就能赞同 说不定你就开始成熟了 吵架一点都不好玩了 真的 所谓恶语伤人 六月寒 你真的想跟他继续好好过下去吗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不用说清楚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你唯一说不清楚的 或者说我唯一能看清的 就是你身上看似自信 其实自卑的那个性格 越想说清楚 说明你越没自信 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赶得掉的 你先学会闭嘴 先学会听一听 先会说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今天女朋友要走了 你怎么把她拉回来 自己跟自己脑子里辩论一下 我怎么能够赢得 真正的尊重我女朋友的爱 而不是用语言征服她 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今天没法来 我其实能理解你 因为我认为我也是一个 特别容易因为辩论 或者要讲出一个道理 而热血奔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则满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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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还是爱你的 我不想分手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如果你要让着我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我们看到了一对 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争个高低上下的恋人们 男生说 他的辩论是为了追求真理 因为他总想知道对和错 各位 如果你的另一半 也是这样 无论大事小情 都要跟你争个高低上下和对错 在座的各位会怎样选择呢 继续跟他在一起选赞成 逃跑选反对 各位请选择 27.59%的是说我会留下来 72.41%的会跑 你会离开吗姑娘 我会 为什么 因为我受不了就是这么距离力争的 每件事情都要求一定要有个结果 你在生活里不较劲吧 不较 就是对于有一些事情需要较劲的 你就该较 但是 这样的小事就算了是吧 对 谢谢啊 来来来 我有选择离开 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应该让着女生 然后 凭什么我们就要让着女生 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小事上 男生就应该让着女生 谢谢你的分享啊 这是他的看法 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的女人 还是希望男生能让着自己的 所以 要想让生活幸福 互相多让让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在此之前 我还是要进一段广告 途牛九周年 九亿红包大派送下载 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 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途牛 他们的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不说再见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可能是没有包容他那些缺点 而且他脾气也挺降的 我以后会认真改的 就像那些老师说的那样 可能我是没有太用心谈恋爱 你不是没有包容他的缺点 他有些东西不是缺点 你是没认识他自己的缺点 太较真 太招人烦 好的 你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不够包容他 而是人家受不了你了 生活不是你设定什么 就一定要怎样的 一路都有很多风景 学会调整和适应 放下自己会很轻松的 好吗 好的 也许你变了 你在追那个女生 还能追回来 加油兄弟 回去吧 谢谢啊 谢谢老师的意见 谢谢你 我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跟他生活在一块 真的是太累了 然后我觉得 如果他要是以后 真的能改的话 我想我还会和他在一起的 相信也希望 今天当女生离开之后 会变成男生的一次转折和转机 让他明白 生活里面哪些应该坚持 哪些